好继续带来看到花莲县文化局辖下的花莲县考古博物馆 在今年的11月底正式获得文化部的认证了 由地方文化馆升格为博物馆 同时也是花莲县第一座依照博物馆法认证的公立博物馆 意味着花莲县考古遗址研究将有更专业的资源意图 花莲县历年以来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 历经7年投入将近7000万元筹设的考古博物馆 在2021年初开馆启用以来举办过多项的考古特展 更透过游戏互动多语言的导览方式 不定期举行教育推广与公众的考古活动 深受花莲乡亲和外地的游客喜爱 113年度单次入馆的人数高达34000多人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的营运都是我们的现预算 那我们现预算其实是让我们日常可以做一些营运 然后我们有相关的营运的计划 可是如果我们要多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产生一些亮点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必须要筹措其他的那个裁员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变成一个正式的博物馆的时候呢 那文化部有相关的那一个 关于博物馆的补助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申请 当我们有兴起一个计划的时候 那你要执行计划就会需要人嘛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更多的 就是对考古有热忱或是有这方面的学生 他想要来投入的时候 那他就会有一个 我们就会有一个领域可以让他投入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我们日常的营运的话 我们的经费是固定的我们人员也是固定的 考古博物馆由文化局文化资产科规划营运 作为保存维护花蓮县出土遗物 活化场馆以及行销花蓮史前文化特色 而且依据规定指定财团法人花蓮县 文化基金会营运管理维护 考古文化馆以考古遗址 典藏等相关的工作 获得升格为考古博物馆后 即可获得文化部考古馆经费的益助 并提升考古研究的经费与专业度 馆长乌孟威感谢各界的支持 让考古馆迈入新的里程碑 记者凌桀收锋箱采访导导